美國史上首位遭刑事檢控的前總統 但川普持續擺出強硬的立場 他在最新選戰募款的影片中表示 自己遭受惡毒且令人作偶的攻擊 還說美國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 川普的黨內潛在對手 佛州州長迪尚特也痛批 檢方的起訴太過草率 發佈最新選戰募款影片 才剛遭起訴的美國前總統川普不忘炮火全開 除了強調自己無法被收買和控制而遭到起訴 也再次提到2020總統大選原本勝算高 但卻遭到操弄被偷走了 川普呼籲支持者踴躍捐款 讓美國再次偉大 疑似為了避免婚外情曝光 川普涉嫌支付封口費 給成人騙女星封爆丹尼爾斯 但這筆開支卻是以競選經費報銷 川普前律師科恩因此遭判刑三年 紐約檢方就是以此案為基础起訴川普 但起訴內容尚未公布 川普指控有政治力介入 佛州州長提倡特也通批检方小案大半 川普遭起訴後 聲勢扶搖直上 包括提倡特在內 2024總統大選的共和黨潛在人選 紛紛出面聲援 川普預計台灣時間5號清晨到案 律師表示 到時將針對一切可能的問題提出異議 也不排除訴請撤銷告訴 而偵訊結束後 川普預告會在海湖中原發表演說 一般預料 他將把自己形塑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持續鞏固基本盤 成為人編譯